插入超連結的做法,那我們先進到這裡來,譬如說你要去雅虎奇摩站,就把這個網址先複製起來 一定是要給網址的 再回到OneNote來,對不對? 接下來點選插入的地方 這個 連結 看到地球嘛,跟地球所有網站連結在一起,那其實在網址打給他就好了 那標題,打完這個就可以了 雅虎 然後把它加進來 這個旁邊點一下,以後你再點這個地方的時候呢,它就會開Yahoo 連結就這樣而已 那這邊順便再跟你講,連結還有一個概念是這樣 來 譬如說我這邊等一下呢 我在這裡點下去要跳回到軟的這一頁 那看一下喔 我在這裡要跳回到軟的這一頁,那怎麼做 來 那也許是怎麼 連 直接先插入超連結好了,看一下 插入超連結 名稱在這裡 我打清楚一點喔 跳 跳到軟的那一頁,那這裡你就展開來 點了什麼 點這裡 那下次我點這裡的時候就跳到哪裡 懂嗎?我點這裡喔 就跳這裡來 所以呢,它這個連結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呢,再看一下喔 旁邊點一下 來,我點到這裡來 旁邊點一下 點在空白的地方 點在空白的地方 那為什麼不能點 你在這裡 插入的連結 這連結整理一下 如果這兩個表示網址 如果點這裡是說什麼 上下跳來跳去 我不同的頁面可以跳來跳去 所以也許你在你的主頁面可以做一個選單啦 就可以每一頁跳來跳去 所以 超連結只要打這兩個就好了 如果選擇這是什麼 喔 點下去可以跳到不同頁 譬如說我現在要跳到哪裡 就在這裡泳好了 然後寫清楚一點 到泳的 那一頁去 讓你清楚 然後點這裡展開來 對不對 蝴蝶的 泳的這一頁 確定 所以這個呢 不是往外跳喔 當我點這裡的時候 就跳 等一下就出現什麼 點 就跳到這一頁來 這是 這是他的超連結的做法